我们都知道孙悟空足智多谋 狡猾 聪明 但这也符合他72变的本性 为了能够对付敌人 他可以变化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与猪八戒的呆板和笨拙不同 36次只能将其变成笨重的东西 孙悟空拥有无数的技能 就像之前和二郎神战斗时使用的技能法天相帝一样 可以让自己变得和泰山一样大 比传说中的巨人还要可怕 只需一脚就能杀死巨人 国家化为灰烬 由于该技能会伤害无辜者 除非绝对必要 孙悟空绝不会使用该技能 而且就像那些金斗云一样 召唤大帝的功法也数不胜数 不过细心的网友肯定能看出来 孙悟空的必杀技几乎都是保命技能 大品天仙诀是内攻 而72变和金斗云都是陷入困境后的保命技能 没有攻击性 尤其是72变主要是用来躲避三节 进而获得长生 不过只要作用在自己身上 哪怕是保命技能 依然能够发挥出惊天动地的威力 孙悟空他是一只猴子 他已经很敏捷了 如果他学会了这些敏捷技能 岂不是能够更上一层楼 确实是无与伦比的 孙悟空在学习的路上 这些救命的招数常常被用来达到进攻的效果 就像他的这个技能一样 他在前半程中使用的次数非常多 可以说是经常使用了 为什么他不再使用这个技能了 这和他的经历有关 当孙悟空路过火焰山时 孙悟空为了拿到香蕉山并在新年后顺利过关 想到了一个阴谋 偷偷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让铁扇公主痛苦地尖叫 就算有点猥琐 也不用担心是不是瞎猫 遇到老鼠就是好猫 师父和学经大业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孙悟空也用这一招钻进了狮子王的肚子里 而且还是成功了 仔细一看 孙悟空可以利用这种钻进人肚子里的技能 让恶魔跪下求饶 让恶魔哭泣求饶 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什么后来他没有使用这个技能呢 因为他遇到了对手 他是如来的叔叔 他的天赋特别强大 是一个好弟子 因此他拥有大神通 可以研制出属于自己的法宝 阴阳二气瓶 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 主要是因为这只大鹏鹰非常聪明 当孙悟空想要从狮子王的肚子里跳出来时 他想对孙悟空使用一招 虽然阴谋没有成功 但孙悟空害怕下次自己会被其他歹徒暗算 这给孙悟空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看来强者之中自有强者 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 孙悟空玩赖皮用了如此卑鄙的手段 如果恶魔智商低 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 肯定会被孙悟空玩死 不过 遇到大鹏这种心思缜密的恶魔 孙悟空也是头疼不已 无论如何 孙悟空再也不敢使用这一招了 大鹏鸟想出的这一招 让他心生恐惧 终身难忘 关注我 探索中国神话的奇幻世界